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好啦 那不囉嗦真是開始今天的主題啊 今天我要講什麼呢 今天我要講啊 講這個 一年的義務役啊 開始入伍 就是 本來我們台灣這邊就是 義男的男男男生都要去當兵了 那之前馬英九時代因為兩岸 漸漸的關係比較和緩 然後那個當兵的疫情就 從一年縮減為 四個月 以前是什麼一年以前兩年 然後又又減成一年半 然後又慢慢慢慢縮減 馬英九時代就縮減成四個月 那蔡英文時候呢就因為反正 就是 大家民主國家都挺台灣嘛 然後什麼 就是台灣 是 備戰才能避戰 所以又開始 兩岸情勢又 又要升高了 然後 緊張的情勢啊 然後 所以現在 義男又從這個 四個月又變到一年 那今年就開始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 因為兵不夠嗎 為什麼兵不夠 因為 你有需要嗎 就是 你有這個備戰的需要 有實際操作可能性的需要 所以 就兵不夠 那 志願意又招不到 那只好用義務役來補 那就延長一起 讓這些義男就是 可用的兵源比較多 啊 所以一年的義務役 今年就開始了啊 前兩天已經開始入伍了啊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義務役 入伍的這個消息啊 來 呃 好 手踢的一年義務役啊 670人今天入伍兩天前的25號新聞啊 家長 擔憂兵凶戰危 然後義男就說哇打爛打亂我的 職業生涯規劃了啊 好來 你看這個義男都在讀這個要入伍前的這個虛值啊 我國義務役 從原先的四個月恢復成一年啊 首踢的一年這個義務役 陸軍 二二二六踢啊 670人就第一踢啊 一年 正式入營啊 前兩天 對此有義男家長坦言 今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勝選之後 兩岸情勢兵兵戰危 擔心孩子此時入伍非常危險啊 的確是要擔心一下啊 也有家長感慨啊 現在 當一兵一年每個月薪水都低於基本工資啊 好像就是 兩萬 加加 那個什麼什麼 訓練加級加起來就兩萬多一點點而已 也低於基本工資啊 希望政府予以調整 不分義男認為一年的義務役 嚴重影響到他們的職業規劃和發展 不是比四個月 兵晚就業 也就是大事根本無法實習啊所以要不然就是有家長擔憂這個 哇兩岸現在情況很緊張啊 那這個 兵凶戰危 那 我去當兵那孩子去當兵啊 孩子去當兵是不是 幹真的要派上用場 好這個很危險 那也有家長感慨啊這當兵這段時間 薪水才低於基本工資那不是浪費嗎那出來了 這個對不對錢也沒賺到那時間也浪費到了 那還有 還有人就是想 義男啦 就是講 那我我的生涯規劃怎麼辦 我是不是就卡這一年 所以就變得我必須要當完這個一年兵 我才能夠 就規劃我生涯看看我是要怎麼樣 是要再進修還是怎麼樣 但但有些人可能是 絕 不要不選擇先入伍啦就就選擇先 去考個研究所還怎麼樣那考完再入伍但是 因為就是說你總是有卡一個 這個東西 就是一年的這個當兵的一起在這 所以你的生涯規劃上面你就會變得很尷尬 因為有些 有有些 正常來講啊有些有些大學畢業生可能說畢業先去職場工作個一兩年 然後再去 再去念個碩士去進修個碩士然後因為你有 食物經驗嗎再去進修碩士然後再回職場 那薪水又更高 但是你如果卡當兵的話就 就沒有辦法就是 我畢業以後我可能 怎麼樣我是不是要直接先 考研究所 那但我考研究所我兵還沒當啊那我就業怎麼辦 所以那我是不是當完 我 念完大學是不是就先去當兵 那我當完兵那我再回來再考研究所但那個東西就 就忘了嗎因為你剛學完的總是比較 比較記憶比較新鮮那你在當一年兵很多東西就 又丟掉你再從重拾書本再去把它唸回來就 就比較尷尬 所以就是 這個一年一起卡在這裡的確讓很多人生涯規劃是處於這個比較尷尬的狀態 好 所以就是這樣 那當然最擔心的還是真的媽的當兵 派上用場怎麼辦 好我們來看這個 首批一年兵 今早入營啊 女朋友淚喊 希望男友趕快出來啊 因為你知道當兵最擔心的就是被兵變了 很多那個 那個 當兵當一當 以前以前疫情比較長 我們先看一看這新聞了 手 手批一年 意義男入營 新北125名 義男 在市民廣場集合 搭遊覽車前往新竹梨頭山營區做入伍訊 我當兵的時候我就是在這個新竹梨頭山做入伍訊 所以我知道 這個營區OK啊 可以啊 不錯啦 就是夏天比較熱 但是現在是冬天 我那時候夏天熱得要死 然後 義男苦笑班上只有四個人是一年兵還被其他同學笑 你看其他同學當四個月就哈哈你當一年活該倒楣 然後該名義男的女朋友這個義男有女朋友喔你已經贏了很多人了 他的女朋友落淚的說 真的很擔心希望能男友可以趕快出來啊 好然後就看到這些義男就在這裡等著等著去入伍啦 好這個 當兵啊以前就是 因為 這個好 馬英九時代就已經改成四個月嘛 然後蔡英文這這等於是八年了 今年不算的話等於八年也都大大概都當四個月的兵 所以這個兵變的這個情況比較少 好我記得以前 就是要當一年兵甚至有當兩年兵的時候 那 很多 男生的進去入伍 入伍一下那個女朋友一開始還會 比較 平凡的然後來來來探望男朋友啊然後那個叫什麼 墾青嗎是不是反正就是 就是因為 男生在清兵訓練的時候那那那 一兩個月吧對不對 就是比較比較密集嗎那就沒有辦法跟外界這麼長的聯繫啊 那那個女朋友一開始 還會來墾青啊我打個電話 那後來漸漸比較 比較 比較沒有辦法那麼長聯繫的話很多感情就 斷掉了淡掉了感情就淡掉了 那當然主要也是因為 當男朋友在 軍中服役的時候 那女朋友 在外面的世界 那因為軍中是跟外面世界隔絕的嘛 那女朋友在外面的世界 男朋友又在軍中 那外面的世界有其他的男生 一直給他虛寒送輪 對不對然後就哇 男朋友當兵啊 沒有關係 那我來照顧你 是不是 那就常常有這種 很多這種故事就是 顧一顧顧一顧 我叫你照顧我女朋友 你怎麼把他肚子都顧大了 就是這樣顧來顧去顧到肚子都大了去 有一句台語是這樣 顧來顧去顧到 大巴抖去 反正就是顧來顧去顧到你肚子夠大了 叫你顧我女朋友怎麼顧成這樣 那就有很多這種 故事啊女朋友兵變的故事 那 那也有很多那個義男就在就在那個軍中就想不開啊就鬧啊那怎麼樣啊 所以這個當然年輕人啊這種這種事情 就是情緒情緒也會比較不穩定啊 那 當四個月的這種兵就比較 比較少了比較少這種兵變的情況 那那現在又恢復到一年兵了 那很多這個 那個男生又擔心自己女朋友兵變啊 那這個 那像這個 這個新聞裡面故事的這個女朋友就落淚的說 很擔心啊 希望男友可以趕快出來 我告訴你 你男友他媽比你更擔心 你男友 你以為擔心只有你嗎 你男友更擔心 希望你不要被你跟人家跑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都擔心了 好不好 好不好這就是一年的這個義務役要實施了啊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 這個我把它移過來一點啊來這邊 好 來 這個是2023年的1月9號去年 這個時候的新聞 立法院通過 義務役期恢復為一年啊 然後 陸軍增設5個海岸手臂 這是去年的這個時候啊 立法院今天通過義務役期恢復為一年的查照案 2024年就會實施 現在就實施了嘛 未來國軍兵員渴望大幅增加 陸軍規劃新編成的5個海岸手臂 由一年 其義務役 鞭食 主要部署在西部 敵軍可能 登陸 登陸 進犯區域啊 好不好 這個新聞大家再講一下 我再念一次啊 立法院 通過義務役 疫期恢復為一年的查照案 2024年就會實施 此時此刻 未來的國 軍 兵員 渴望大幅增加啊 那增加這個兵員呢 陸軍就規劃新編成 5個海岸手臂 啊 就由這些 一年齊的 義務役鞭食 鞭食就是 你們他媽的去 去補 補 補這些海岸手臂 啊 海岸手臂 呢 主要部署在 西部 台灣的西部 敵軍 敵軍他媽的 就解放軍 可能登陸 進犯的區域 啊 好不好 我都要重複了一次啊 幫大家 複習一下這個新聞啊 也就是說 這些一年的 這些義務役的 義男們 你們就要去海岸手臂 部署在台灣的西岸 去 抵禦 敵軍 的這個登陸 好 那 將 白一點 他媽的就是 沙包 肉餅 去擋的 講坦了 好來我們來看這個 好 這邊啊 後輩學長以為的反登陸啊其實他是有道理的啊你看反登陸嗎本來你去當兵以為的反登陸是這個現役部隊先擋對不對啊 那個義務役不會上嗎賴清德不是他義務役當啊虎爛啊 後輩學長以為是這個現役部隊先擋事實上實際上的 海岸手背部隊啊 是後輩的這個學長先當炮灰啊也就是說 後輩部隊先擋下面這張圖啊共軍登陸的時候後輩部隊先擋一擋 然後呢這個現役的主力也就是說 志願役啊就是說 比較主力的這些 志願役的這些兵啊是比較有作戰能力的嗎啊就是 在後面部署 部署看要反擊啊還怎麼樣 也就是說 這些義務役的這些義男一年的這一男的都去攤頭 去阻擋 共軍的登陸啊 那 爭取 主力部隊部署的時間 然後來部署有效的反擊 因為我講真的從 軍事層面上來看 義務役跟志願役 你義務役就當一年兵嗎一年兵當完就走了那你訓練你的什麼戰力 戰鬥力絕對沒有志願役厲害 志願役啊 才是 這個部隊軍隊的這個作戰主力嗎 因為 你在軍隊裡面時間比較多你比較熟悉這些武器的操作那你的 不管是 戰術戰技的這個知識也都比較豐豐豐嗎 那所以你也比較 就是在在 在戰場上也比較有這個戰力啊 所以 這些沒有沒有比較沒有戰力的這些義務役 就去爭取時間用的 你們就是 什麼沒有就是 當協調啦 講講講白一點就是 當協調用 就先去擋一擋 我多一條協調先擋一下 爭取我反擊的時間 哇協調擋一擋但是我可以發 發那個 那個 集氣嗎 DC是不是我可以集氣啊 協調擋完一條以後我就 集滿氣我就回砍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這些一年的這個義務役的這個 這些士兵 海岸守備隊 就是要阻擋解放軍 第一波登陸的 人就是你們 啊 那你們未來會面對解放軍還是機器狗我不知道 但總之呢 你們就是 新編成的海岸守備隊啊去年就有新聞囉幫大家複習一下 然後替主力部隊爭取時間 祝你們大家好運 有的時候這個就是 我只能 學長我 忠心的希望 你們不要學以自由 那就是 但是 這種東西誰說的準呢 只能 要怪什麼 怪怪怪 怪怪老天是不是 怪怪怪那些頭 民進黨賴清德的啊那怎麼辦 那就這樣啊 就是歡喜做甘願壽吧 那 針對這些 即將要入伍的這些 一年的 義務役的這個 年輕人們 我來 引用那個 曹新成曹董對你們講的話 來這個是曹新成曹董 來 曹新成遇到富人陳情我們來看一下他講什麼 小孩子要上戰場嗎 小孩子要上戰場嗎 那我們的年輕人上戰場嗎 年輕人該為國家 犧牲的時候就應該犧牲 好來 再聽一次 小孩子要上戰場嗎 黑熊學院的精神 黑熊學院的精神領袖 曹新成曹董 好 跟各位 年輕 要入伍的這些 義務役的這些年輕人 喊話 你們 即將要到海岸 守備隊 去部署在 台灣西部的灘頭 作為未來 抵禦敵軍登陸的時候 的第一線 好 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 黑熊學院的精神領袖曹新成他已經講了 年輕人應該為國家犧牲的時候就應該犧牲 你們的犧牲 是有價值的 這個 你們會上天堂的 願真主阿拉保佑你們 加油 那好不好 就是這樣 好 好 那這就是你們 這個 年輕人要知道的 不管怎麼樣了 會不會派上用場 你們有知的權利 我把這些 資訊都告訴 未來即將要當一年義務役的這些年輕人們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真的因為海岸守備隊 不是開玩笑的 聽這個名字就很可怕 好不好 你想躲都沒得躲 因為你的 存在的意義 是要爭取時間 而已 就是這樣 加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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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等一下開放Discord可以 Sup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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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 請開始 等等 請 按 請